哈喽小红柿的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呢北京的天气真是又干又冷 室内外的温差也很大 皮肤就会出现很多干燥啊干纹啊 泛红这些小问题 尤其2月14情人节这种日子 大家肯定都要美美的出去跟朋友见面嘛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重要场合前急救滋润tips 把旁边的头发掐上去 护肤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补水 我推荐大家提前2-3天用保湿面膜进行集中补水 这是我自己经常用的一款柯人家精华面膜 它的设计你的眼皮上面也可以护理到的 比较适合晚上睡前闭着眼睛护理 我先把线上来 这里面用的主打的就是他们家的神经纤暗护理 里面有25倍的精华 可以帮助皮肤稳定状态 充足的精华量可以帮助皮肤进行很好的补水 坚持敷这个面膜的话 你换剂皮肤敏感的问题也会得到缓解 蘑菇也很扎实很服贴 而且像一些不容易护理到的部分啊 就比如你的鼻翼这底下 还有笑颗线这边 我就会从旁边撕下来这一小块 这它有一道虚线是很方便你撕下来的 还有嘴角啊这些地方容易卡粉浮粉的地方 大家可以睡前用这两个小片 在重点部位进行重点补水 第二天妆容会更加浮体 你约会前一天啊或者要出门 临时急救特别有效果 我们等15分钟吧 好15分钟到了 我们去把脸洗一下吧 走 你们不会以为这就结束了吧 补水后记得锁水霜管齐下 所以你敷完面膜之后 可以用这个颗润的抗出皱白金罐面霜 大家看这个质地就是比较顺滑易吸收 油皮涂上不要担心它鼓脸啊什么的 它里面有三大精脆姜根钛 可以让你的皮肤从内部就蓬起来 神仙呢又能保证它的功效是足够温和的 不用担心皮肤受到刺激 像我这样的干皮我就会采取 用面霜来厚敷的方式进行保湿 晚上睡觉前可以后服 但是上妆之前 我一般就会在眼睛下面 还有脸纹这儿容易卡粉的地方 着重的护理一下 还有嘴角这一边 很快就吸收掉了 好了 护肤结束 祝大家亲人节快乐 拜拜 拜拜